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 欢迎各位 《挑战不可能》是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极致追求 也是一直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力量 在并肩前行的道路上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努力加油的挑战者 在中国人手中变不可能为可能 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个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加油 向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致敬 海天蚝油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 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几季当中 都有见到的就是跳绳 今天我们还是要在现场 让大家见证一个跳绳的挑战项目 我们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挑战者出场 今天是怎么是学校放假了吗 怎么来了这么多挑战者 三堆人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们是 宝庆市西鹏一小跳绳队 我们的口号是 西鹏一小神采飞扬 意志乐园 极致绽放 我是队长陈思雨 大家好 我们是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陀中心小学跳绳队 我们的口号是 平日普遍千百回 我们苏小胖做谁 我是队长刘亚轩 好 大家好 我们是杭州市文艺间小学 长神队 我们的队名是 神采飞扬 我们的口号是 神采飞扬 竹梦飞翔 文艺小将 绝对好样 我是女队队长 胡小雪 我是男队队长 孙和阳 三个队伍加起来 42个孩子今天要在现场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要跳的是长绳八字跳 长绳八字跳是由两个人甩绳 12个人围绕八字跳绳 这个不就是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课间休息不就是这样的吗 两个人绕绳子 然后大家围着他们跳 但是我们要比你们快很多 那他们比什么呢 比在规定时间内跳的个数 我们第一轮挑战的是 30秒 单绳团体跳次数最多 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15个 今天三个队伍 谁能够打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才能进入到第二轮的挑战 你们有信心打破它吗 有 有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支队伍进入挑战区就位 为了保证我们挑战过程的公平公正真实有效 我们请到了三位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 为孩子们现场进行认证 欢迎三位来到挑战不可能 大家好 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吴小红 大家好 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侯颖 大家好 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罗琼 接下来三位认证官可以开始你们的工作 吉尼斯世界纪录每一次的认证非常的严谨 要检查场地检查孩子们使用的照绳 所有的可能跟记录有关的东西 他们要进行一一的核实 这么短的绳子我以为他是个长绳子 长绳子可能就不利于速度嘛 道具符合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规则 八字跳绳规则要点 从第一名选手开始跳 迈出第一步落地时开始计时 12名选手必须逐个完成跳绳 没有跳过或者两人同时完成跳绳的情况 将不会被记录总数 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按照国际比赛惯例 各队选手有三分钟的热身时间 现在计时开始 这次我们练了很久 就为了这一次挑战不可能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西鹏一小他们已经练了半年多了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 去破这个迪尼斯世界纪录 面对强大队的时候 输赢并没有关系 只要能发挥自己最佳的状态 挑战好自我其实也就可以了 难度是在于半军和活动范围 他们又不可以很大 八字行完了以后 需要快速地回到这边的气点 这是一个团队的结合 不是一个人 团队一定要目击 要合作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非常大的挑战 三支队伍的队员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第一轮挑战开始 加油 排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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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现在有两个队还没有出现失误 保持住 加油 加油 保持住 漂亮 保持住 对 持住 加油 三十秒停 杭州的那个小学是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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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技术我们是以现在这个数字为准还是之后 我们需要看回放 由于每支队伍开始的计时时间点不同 再加上跳成速度极快 为了避免出现少计或者多计的情况 认证官需要根据慢放的视频 最终确认杭州队是否挑战成功 重庆西鹏一小跳绳队的成绩是55次 北京苏加陀小学跳绳队的成绩是105次 杭州文艺街小学跳绳队的成绩是116次 恭喜杭州文艺街小学跳绳队创造了30秒单绳 团体跳次数最多吉尼斯世界记录称号 恭喜他们 我们的北京市海淀区苏加陀中心小学跳绳队 和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鹏镇第一小学跳绳队 都没能够达到我们资格赛的要求 所以他们只能遗憾地告别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赛场 他哭了 他哭了 重庆的孩子们进入了集体痛苦时间 包括男生 女生 别哭了 孩子们 不要哭了 不难过 不难过 不要难过 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对不对 而且可能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不行 只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发挥好 别哭了 孩子们 别哭了 我想问一下队长 你们平时队最好成绩三十秒可以达到多少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七 那今天真的只有平时成绩的一半左右 我们要从失败当中总结经验 你觉得今天没有成功的主要的原因有几点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太紧张 然后身心没有放松下来 一旦紧张以后 他们的肌肉 包括他们的腿部 还有他们整一个协调性灵活 都会出现肌肉僵硬的状态 你们看这个坐在这儿的这个哥哥 世界冠军 你们知道他拿过多少游泳的金牌吗 一百枚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你们知道他有多少场比赛是没有拿到金牌的吗 你们见过孙杨哪一次比赛完了没有拿到金牌 他在池子里面就不上来吗 不会的 他一定会爬起来再一次跳入水里 继续下一次的拼搏 我16年 我五年 你不开了 我三年 要不开了 你来 ένα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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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宣布 正式挑战第一轮 开始 加油 加油 排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走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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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油 加油 别放弃 继续 加油 加油 时间大 把掌声送给他们 已经很棒了 就转一次 他不断肯定破了 中间一个小失误 队员们的心里比较紧张 断了一次他们就可能比较慌 没有掌握好节奏 莎老师 怎么了 好像有一个孩子受伤了吗 我去看一下 它怎么了 抽筋了 抽筋了 是不是这里这一块抽筋了 是不是 对 这一块吧 是这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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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进吗 加油 大家加油 现场出现了一个临时的小状况 我们看 队伍最后做什么样的决定 稍微忍一下 队伍要求再给一点点时间 他们对于现场受伤的这个队员 再进行一些处理和观察 也让我们用掌声给这些孩子们加加油 鼓鼓劲 起来 起来自己等一等 好 我们看到那位受伤的小队员站起来了 回到了队伍当中 谢谢孙杨 谢谢 我们宣布 正式挑战 第二轮 开始 裁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预备 跳 好 大家 谢谢 大家 来 我们下个点 我来说 好 我们下个点 我们下个点 点击 我们下个点 我们下个点 这口 我来说 我们下个点 我们下个点 特别 我来说 вас 啊 加油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这一轮他们太棒了 太漂亮 我站在旁边完全我大气都不敢出 我耳朵里就一直听着他们这个绳子 接触地面发出的清脆的声音 生怕间断 结果这一轮从开始到结束 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祝贺你们完成了一次零失误的挑战 而且成绩相当厉害 这一轮看回放吗 不需要看回放 谢谢我们的队员们 谢谢 虽然你们没有在本轮一分钟的挑战中 打破记录 但还是要恭喜你们 在之前三十秒资格赛挑战中 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恭喜你们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有请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 为我们杭州文艺街小学跳声队 颁发吉尼斯世界纪录 祝贺他们在刚才的四格赛当中 以一百一十六下的成绩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祝贺你们 我特别欣赏杭州队的这个队长 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队伍吗 我们队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吧 对 就缺一不可的那种 就像一个大家庭 刚才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戴眼镜的小朋友 对 他的腿有点受伤了 但是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时候不能把他换下来 对 他的特点就比较沉稳吧 做事就比较老沉的那种感觉 就像我们家庭中的 像哥哥一样的角色 所以关键时刻 他们认为队里得有这样一个主心骨 那我想问你们队里有没有爱哭的人啊 有 也有啊 是哪个自己举手 你说说吧 你怎么回事啊 每次被那个跳伸打刀的时候 我都会哭 你被打几下之后就开始哭了呢 两三下 那你岂不是每天训练都在哭 每天被打到两三下是常有的事啊 对啊 所以 那你打到了哭 然后你还练吗 还练啊 那怎么就一边哭一边练呢 对啊 或者动作不好的 老师就是 就跟他说一下也会哭的那种 来我们有请教练上场 他刚才说了 因为是被绳子打到 他会哭的 你可以哭 不能说你不能哭 但是你不能影响整个队伍 你还是得练 因为这个长绳 如果说前一个人失误了之后 后一个人就会打到他的脸 所以大部分都是伴随着责备 但是我们一直想克服这个问题 于是在跳的过程当中 只要有问题的失误了 那么先举手 你应该去勇于承担是你的问题 这才是集体项目 那孩子们我想问问 你们通过集体训练 自己觉得收获了些什么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应该是责任感 就比如说我身为队长嘛 我要照顾整个团体 要去帮助他们一起克服困难 那男队长呢 也跟他差不多吧 就是会更加地团结 大家 你想到什么了 突然一下子忍不住了 我们训练的时候呢 很多次 就是本来是13个人跳 跳着跳着就剩五六个人 跳着跳人越来越少了 跳到最后已经没人跳了 就是全部都受伤了嘛 然后大家互相关心嘛 大家觉得破纪录很重要 但是团结也很重要 真的 我一直认为体育和阅读是一样的 它可以属于每一个人 因为它不仅仅是身体的运动 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更是一个健全人格养成的途径 所以爱体育的孩子 我相信你们从小就有的这种团结精神 自信的坚定的这种性格 也会帮助你们在未来成为更好的人 祝福你们 所以对于你们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 能 能 那接下来就请教练们带领着 杭州文艺街小学的同学们 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杭州文艺街小学跳绳队的孩子们 加油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 博瑞博悦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还记得我们曾经和现场的三位嘉宾评委一块尝试过不少挑战项目 但我印象最深的仍然还是计扑克牌 但今天我们同样准备了这样一个关于扑克牌顺序的记忆的挑战项目 但我们今天将以一个全新的形式来完成这项扑克牌记忆挑战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第一位挑战者石燕宁来自广西南宁 2016年世界记忆锦标赛马拉松扑克中国总冠军单项排名世界第三 第二位挑战者张颖来自北京 曾经在2017年2018年两年连续四次打破马拉松扑克世界记录 现仍为两项世界记录四项中国记录的保持者 欢迎两位 大家好 我叫石燕妮 今年34岁 是特级记忆大师 特级记忆大师 大家好 我叫张颖 今年31岁 我是国际特级记忆大师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国际特级记忆大师呢 比我这个特级记忆大师高一个等级 然后我下面呢 还有一个等级是世界记忆大师 一共就三个等级吗 对 那也就是说张颖现在已经是最高水平了 对 对 是这样 像你这个级别的大概全世界有多少人 三十多个 全世界只有三十多人 对 那你们今天要在现场比什么呢 是记忆两副混合起来的扑克牌 而且是以竞争的形式来完成挑战的 你们今天要对抗啊 对 那你有信心吗 他比你高一个等级 他虽然等级比我高 但我也有我的优势 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 有积极的心态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到最后谁输谁赢还未定呢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 两位记忆大师的巅峰对决 我们首先先上道具 两位挑战者在五分钟内 记忆随即打乱的两副扑克牌 随后 两人价以找出相同两张牌的形式 进行副牌 由记忆用时较短的挑战者 优先选择一张牌 报出它的位置编号 花色以及数字 对方需要回答出 相同的另外一张牌的位置 并选择下一张进行副牌 两人依次交替进行 每次作答时间不能超过六十秒 两位挑战者完成全部副牌 则既用时短的一方获胜 若在副牌过程中 一方出现错误 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做到 则该挑战者挑战失败 另一位挑战者 需要独自完成剩余所有牌面副牌 才算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这就比较困难了 是 对 因为你系一副牌的话 从过去的经验 人家告诉我们想一个故事 什么进一个房间 对 你这样打乱了 你的故事就不在了 为了让我们今天这个挑战 更公正 同时也更具有权威性 我们今天请到了裁判长 何磊先生 何磊 世界技艺运动理事会 亚太区裁判长 世界技艺锦标赛 国际四级裁判 我将严格遵守挑战的制度 监督整个挑战的过程 确保挑战的公平和公正 谢谢我们的国际裁判 何磊先生 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有请我们两位挑战者 进入挑战位进行准备 接下来 有请挑战助理 为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 我们有请何磊裁判 为我们检查 所有的扑克牌 是否符合我们的比赛标准 主持人 扑克牌检查完毕 符合挑战标准 好的 那接下来就有请何磊裁判 随机从牌架上 挑选两副红色的扑克牌 作为我们今天挑战用的目标牌 进行顺序的打乱 国际裁判何磊 将选好的两副 共104张扑克牌随机打乱 然后由挑战助理 复制两副 一模一样顺序的104张扑克牌 经过反复确认无误后 交致挑战者 有请挑战助理 摘掉两位挑战者的眼罩和耳机 请检查一下各自的计时器 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我宣布挑战正式开始 计时开始 平时机扑克牌一副 但是这次是两副完全打散 而且需要根据其中的一张 回忆出另一张 定位的难度就非常大了 我们在记忆变的时候 能不能记牢 那是最重要的 这次的挑战 没有检查区给我们去检查 全靠我们自己大脑去记忆 这个是比较难的 一般情况下 在国际比赛中 挑战者只需在五分钟内 快速记忆一副扑克牌 而现在 挑战者需要记忆两副扑克牌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 短时记忆的容量范围 并且因为这次挑战的特殊形式 在记忆两副扑克牌时 既不像记忆一副 比拼的是速度 也不像记忆马拉松扑克牌 比拼的是记忆的耐力和精准度 而是要求速度 耐力和精准度的平衡 同时还要预估对手的记忆时间 在更短的时间内 更精准地完成自己的记忆 用时短的挑战者 将在接下来的挑战中 拥有领先优势 张颖在两分十五秒的时候 按下了记实键 两位挑战者都已记牌完毕 目前张颖以两分十六秒的记牌时间 暂时领先于实验一 那么接下来的副牌阶段 使张颖能够凭借时间优势获胜 还是实验一记忆时间更长 完全复牌 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他们这个挑战 是短时机的记忆 要很快地在脑筋里边排列组合 今天的挑战困难多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我们的两位记忆高手 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记忆 接下来有请两位挑战者 一步挑战位 我们要开始进行对碰复牌 我们根据挑战规则 我们请挑战者张颖率先出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确 第五十张红桃 不对 说到第五十张的时候 我就非常难受了 因为我的顺序是不对的 五十四张 红桃四 正确 第一张 方块九 正确 第六十七张 方片九 正确 第五张 红桃尖 正确 第十二张 红桃A 红桃A 正确 第二张 红桃十 正确 第三十一张 红桃十 正确 第三十三张 红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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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牌的话 它是有牌在手上的 对 我只要按照你的顺序 我把它排出来就可以 它没有牌 它没有牌 完全在脑海中 没有牌就意味着 它要记住所有的序号 对 谁记序号啊 你说 我只要把牌的顺序 给你排出来 它等于要多记一个信息 多记好几个信息啊 没想到 它那么快就说错了 整个人懵了 现在没有人配合我去 把这剩下的 九十多张牌说完 压力全部落在 我一个人的肩上了 在实验妮失败后 剩下的九十张扑克牌 张颖依然需要 以找出相同两张牌的形式 全部复原 只要有一张牌复原错误 都将挑战失败 张颖能顶住压力 挑战成功吗 第九十七章 红桃巴 正确 正确 第55章 方骗6 正确 可思议 第66章 黑桃尖 第69章 黑桃尖 第4章 方骗Q 22章 方骗Q 第6章 梅花K 76章 梅花K 第7章 方骗10 85章 方骗10 第9章 红桃9 72章 红桃9 10章 黑桃K 87章 黑桃K 88章 黑桃8 43章 黑桃8 11章 红桃2 16章 红桃2 15章 梅花尖 95章 梅花尖 98章 梅花Q 14章 梅花Q 73章 红桃7 77章 红桃7 78章 黑桃沟 91章 黑桃沟 92章 黑桃3 86章 黑桃3 83章 梅花5 35章 梅花5 33章 方骗2 96章 方骗2 37章 梅花8 40章 梅花8 42章 方骗5 正确 102章 方骗5 正确 30章 梅花7 30章 梅花7 正确 41章 梅花7 正确 49章 梅花10 正确 52章 梅花10 正确 50章 方骗7 正确 81章 方骗7 正确 84章 黑桃2 正确 79章 黑桃2 正确 随着复原牌数的增多 张颖需要记忆的内容 也越来越多 他不仅要牢牢记住 最初的104张牌的位置和牌面 还要不断地增加新的记忆 记住已经复原过的牌的位置和牌面 长时间的反复记忆 使张颖的大脑变得非常疲惫 并且对他的记忆 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张颖能全部复原 挑战成功吗 90章 方骗8 正确 中间有一段我说得非常快 所以到最后我也不确定 我有哪些说了 哪些没说 70章 方骗8 正确 62章 梅花3 正确 94章 梅花3 正确 61章 红桃6 正确 71章 红桃6 正确 74章 红桃3 正确 38章 红桃3 38章 红桃3 正确 53章 红桃Q 正确 5章 红桃6 对我们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 因为我甚至有时候不记得 我说过什么牌了 然后我还剩下什么牌 所以就需要重新把这些牌 都再过一遍 看哪张没说 哪张说了 所以在104张牌中 去找剩下的那几张牌 是非常难的 两个人会好一点 就是他说出那个他大致未知 大概一个人就很难 19章 红桃Q 小区 我 去 第十三章 黑桃寺 正确 二十章 黑桃寺 正确 最后一对牌 张颖迟迟未能复原 截至目前 他几乎等于在大脑里记住了四幅扑克牌 最初的104张扑克牌 以及复原完成的102张扑克牌 他需要通过记忆检索 找到还未复原的两张牌 然而 长时间的脑力消耗容易造成张颖记忆的混淆 他还能挑战成功吗 第六十八章 红桃K 第八十章 红桃K 第六十八章 红桃K 挑战成功 全场观众都激动得起立为你呼啬 太了不起了 太难了 这个 太厉害了 太厉害 太厉害了 两分多钟了 人心一般的存在 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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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三位都来到舞台中间 今天张颖这个男友几大难点 首先他是完全要在脑海当中复原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裁判 因为在回忆的过程中 这个难度比国际的比赛难度还要大 因为国际比赛中 你只需要看到自己扑克牌就可以了 但是张颖和石燕妮在回忆的时候 其实回忆就是记忆的过程 因为你每回忆一张牌 你就要重新再记一次这个复合牌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 任何一个职业选手都很难做到 刚才的水平一个是在记忆的节奏方面 他们的那个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的水平 然后在回忆这个水平上 是在国际比赛中从来没有人做到过 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人做到这一点 牛 谢谢何磊台判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台判您可以稍时休息了 石燕妮稍微遗憾了一点 今天虽然燕妮没有挑战成功 但是燕妮作为挑战的一部分 见证了她的对手也是队友张颖最后的成功 我觉得在失望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成功的这份喜悦 张颖最后挑战成功 但是这个项目能否和张颖一会儿进入到我们的荣誉殿堂决定权在三位评委手中 燕妮我们到场边等待着最后评委的结果 谢谢 祝您好运 加油 我想问一下张颖你学习记忆多少年了 我以前是英语专专业的 英语专业 对 从来没有接触过记忆法 是从2017年3月份开始学习的 这个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 我觉得学记忆法对年龄的限制非常非常小 重要的还是要坚持刻苦 这些比天赋重要的多得多 你练完记忆以后 在你生活中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对你很多生活啊 包括学习啊 带来很多便利 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自从我老公介绍我学习记忆法之后 我感觉就是我自己的主动性就变得很强了 我能体会到就是 我取得成功之后的那种喜悦 生活就会更有目标 对你的生活影响很大 但是你对老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啊 我觉得我是她的骄傲 她带领我进入到这个领域 然后我用我的成绩来证明了我是可以的 然后也能更显出就是她的光辉形象吧 她也来了吗 来了 来了 来 老公也现身一下吧 这位嘉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陈日鹏 是2016年的世界吉他师 难怪的 原来就是肯定 就是你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她 但是现在你是不是觉得 老婆已经比你更厉害了 17年就比我厉害了 那你怎么没有奋起直追呢 我觉得我更适合 要当教练能够培养出 打破世界纪录的我更骄傲 我老婆是最棒的 我今天从张颖身上 我感受到了一种她力量 就是女性的力量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更多的女性都能够以自强自立 自尊自信的这样一种态度 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阳光和芬芳 尽情绽放她力量 所以今天我要说的是加油女同胞 谢谢朵金老师 我会继续加油的 所以对于张颖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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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和你的先生一起 步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 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 怕油怕糖怕汁 请喝蒂波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蒂波尔赞助播出 接下来我们将要见证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挑战 节目组告诉我说 这项挑战 但他的人数和规模都堪称是挑战不可能史上之罪 那么到底这个挑战项目凭借什么能够称之为是史上之罪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屏幕来感受一下挑战现场 小三你好 我们的嘉宾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白克力你好 现在我身后的位置就是这个地球上的天险之一 长江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也是我们的交通和军事要塞 今天我们在这里将会见证周桥旅战士们一次实战演练 同时他们也将挑战不可能 那今天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东部战区陆军某周桥旅长赵敬松赵旅长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长江 欢迎来到我们周桥旅 今天来到这太兴奋了 现在我们的观众会非常好奇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项目究竟是什么 我们接到紧急任务 二十辆运输车队 运送一批重要物资送往前线 我们战士将在车队到达前 在它一千一百米的江面上 快速驾乘一座浮桥 保障车队顺利固家 确保重要物资以最快的速度收到前线 一点一公里的江面浮桥 是的 给我们的战士的时间是多少 车队出发后 二十六分钟即到达江边 而且在浮桥驾驶过程中 我们会不但给他们加压力 出来 在浮桥驾驶的两千多名战士 要在限定的二十六分钟内 在一千一百米的江面上 搭建完成一座浮桥 而运输车队将在二十六分钟后 准时开到江边 并直接上桥 如果车队上桥 而浮桥还没最终搭建完成 即为挑战失败 我今天也有一位搭档在江上 就是我们的依依 她现在正在我们的快艇上 我们来问一下她的情况 依依 依依 我是百克力 现在你在江面上 什么情况 赵旅长 百克力 你们好 我现在和咱们周桥旅的王副政委 乘坐快艇行驶在江面上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江面非常的宽阔 长江天险果然是名不虚传 这一边是江面的中心位置 水深三十米 流速现在是两米每秒 江面上空空如也 让我对接下来的挑战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对 我们的官兵都隐蔽在江的两岸 一会儿挑战开始以后 你就知道了 让我来找找看他们在哪 动一动一 我是动六 我是动六 扶桥架车前准备完毕 扶桥架车前准备完毕 四伏开始架车 运输车队 请报告你们情况 报告女长 我方紧急物资已装载完毕 复发后二十六分钟准时到达江边 请求周桥旅保障车队顺利通过 按计划组织机动 收到 车队登车 我宣布实战演练开始 服桥架车开始 车队出发 服桥架车开始 沿岸战桥分队 毛顶门桥分队 开始升队 车队伟大王 雷人就位 我看到了 我们周桥旅的战士们突然出现了 这个真的叫冰贵神速 刚才我完全没有看到战士们的身影 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船 但现在他们全部出现了 这个场景真是让我想到了 所谓的白隔蒸馏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等信号弹发的那一刻 在一千一百米的江面上 搭设一座浮桥 需要用到十四个浮桥文块 从左右两岸同时进行连接 最终在江心河楼 两岸进度一致 才能保证浮桥 按时搭建完成 挑战成功 第一艘向我们驶来的这个船 这个叫什么船 今天我们架设的千米浮桥 总共由门桥和战桥组成 站桥设置是浮桥架设的关键环节 指挥员要准确感知水流变化和站桥惯性 迅速找准时机放下跳板 使站桥的桥轴线与标定好的桥轴线完全重复 实现精准靠岸 这对操作的精准度要求极高 因为如果站桥偏离几公分 浮桥搭倒江中心 就可能偏离十几米 最终导致浮桥架设失败 指挥员站桥 下口列下口列 1号门桥下桥轴线已进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24分钟 到达三角地点 26分钟 在天险长江上架设一个1100米的浮桥 可能吗 旅长 我们日复一日的训练 努力提高实战化水平 就是为了在战争或者灾难来临的那一刻 确保万无一失 因为每快一分钟甚至一秒钟 都可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那一到7号门桥注意跟进啊 注意跟进 右岸的浮桥搭建 是今天挑战的关键 因为整个浮桥的中间 有12节门桥连接 除了中间比塞门桥外 右岸要比左岸多连接一个门桥 这就要求 右岸每个门桥的搭建时间更短 每个用时不能超过三分钟 如果超时就有可能造成 整个挑战失败 今天江面风大水急 所以给门桥驾驶员的操作 增加了难度 门桥在衔接时将更加困难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浮桥能按时搭乘 挑战成功吗 司令喊起来 一会儿 司令喊起来 打快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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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水 Sang体 应该二十个分 站住 还起 哎 稳住 稳住 还起 跑掉了 下游来吗 下游来 一号门桥在连接时 因为受流速影响 没能一次到位 需要再次进行连接操作 搭建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超时 他们还能挑战成功吗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23分钟 到达上车地点 动作拍一点 你说一点 一 三 一 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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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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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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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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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没有 好 二号门桥 下车前一进 一号门桥对接成功了 我能够看到江对面 也在快速地搭建 二十六分钟内 在一千一百米的江面上 搭建一座浮桥 这是一个积极庞大的工厂 它要求两千名战士 做到千人合一的默契配合 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 都可能导致挑战失败 降落了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进门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二十分钟 到达三角地点 三号门桥传送向桥司机引进 收到没有 四号 走点 走一点 走一点 快了 快 走一点 快上手 快走一点 走一点 下口嘞 下口嘞 到处 下口嘞 一 二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快走 连接 好 现在我们的第二座门桥 已经连接上了 现在倒计时是十八分三十一秒 这个时间算正常水平吗 这个时间相对于过去我们训练来说 慢了大概将近二十秒 但是我们的车队 对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是不做任何停留的 又按二号门桥搭完之后 进度比预计时间慢了二十多秒 这样 留给后面四个门桥的搭建时间 也就变得更少了 他们还能按时完成浮桥搭建 挑战成功吗 慢了的话整体的工程的进度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吗 它比较慢的话 后面的门桥将不断地靠近桥柱线 如果它不加速 后面的门桥只能在江中先等待 影响连接速度 就不可能在二十六分钟之内完成任务 第三个门桥已经开始对接 战士们的行动非常地敏捷迅猛 三十五分钟之下 第一福 快领建 一二 四号门桥向潮楼引进 空阻弱门桥 速到回话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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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烙烙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十五分钟 到达上载地点 旅长 现在的时间怎么样 现在战场的状态比较好 连接速度也比较快 追回了刚才损失的时间 太好了 现在是倒计时十四分三十秒 快点快点 离说点 我们是在模拟啊 三十秒的炮火覆盖 我们离炸点特别近 明显感觉到江边的震动特别大 模拟炮火覆盖 是对战士们操作技能的检验 更是对战士们的心理素质 处置突发情况的考验 他们只有在炮火覆盖之后的 有限时间内 更加精准地操作 争分夺秒才能完成任务 战士们的挑战能成功吗 又好门条下车出现引进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十二分钟到达双脚地点 刚才炮戏阶段已损失三十多秒 现在必须加快作业 加一挽回 赵旅长 刚才这个信号弹是什么意思 代表还剩十分钟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十分钟到达双脚地点 raspberry战 你搞这么大干什么 大意啊 伤独 打开出来 来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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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放刚 最后一个门桥 是我们的必赛门桥 必赛门桥是我们 整个驾驶扶桥的 重点和难点 因为到江中间位置 尤其比赛口流速会更大 而且风比较大 我们看到 倒数第二颗扶桥 现在整个身子都已经歪了 我们现在正穿过 马上要合龙的门桥 实际北岸 现在我们看到了 七号门桥 就是最后准备 B-Cycle的门桥 那里的宽度 已经非常的窄了 它要直接进种屋的 B-Cycle进去吗 对对对 是的 就像塞了一个Cycle一样 B-Cycle是整个 副桥架设的最后环节 也是最困难的环节 并且B-Cycle的间隙 与门桥的长度几乎相当 稍有偏差 就会造成门桥碰撞 导致架桥失败 这需要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与作业手密切合作 把握仅有几秒的连接时机 实现B-Cycle的顺利连接 B-Cycle能在规定时间内 B-Cycle成功吗 报告统长 车队还有七分钟 到达丧桥地点 下面我们将进行另一种 复杂环境的干扰 还有干扰 在实战情况下 架设浮桥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各种恶劣的天气 今天 在浮桥B-Cycle的阶段 用烟雾来模拟大雾天气 再次增加了挑战难度 战士们能在车队到达前 完成浮桥搭建吗 我看了一下 咱们这个烟雾太浓了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 最后一艘浮桥了 七号门桥 下桥直接引进 七号门桥 下桥直接引进 七号门桥 七号门桥 不要高速了 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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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中速引进 这就是模拟了 我们实战过程中的 硝烟弥漫 我们可以看到 战士们 现在似乎真的有解慢速度 因为能见度 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是的 这正是对他们 平时训练水平的 一个最严峻的考验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六分钟 到达舱桥地点 刚刚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本来我还能看见 浮桥上的战士 现在我连浮桥上的战士 都看不见了 好 毕三门桥出现了 毕三门桥 在我眼前出现了 七号门桥 七号门桥 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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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速引进 骗北岸的 骗北岸的 往南岸桥一点 往南岸桥一点 下口令 下口令 衣再用 去边 一号 一 二 一 二 来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走 向照于之前的搭建来说 我明显能感觉到 他们的速度有所减缓 但是这个浓雾 增加的难度真的非常的大 这个叶好呛嗓子 这个不仅是能见度的考验 还有呼吸的考验 对 好了 现在比赛门桥的南侧 已经连接成功 报告旅长 车车队还有五分钟 到达三角地点 二十五分钟 做好比赛准备 比赛口一米五 开始比赛 五十八分 开始攻防 停 101101第一次比赛 自败 单车尔错位 百克力 百克力 现在时间还剩多少 第一次比赛出现了问题 现在正在进行调整 现在我们的时间 还剩下四分十一秒 目前来说 我还没有看到 我们的车队的身影 客队在行军的过程当中 是不做任何停留的 如果刚才的失误 对我们的整个工程 进行影响的话 那真的我的担心 可能就应验了 有的有 向水测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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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时间 还有两分钟不到 请你们 请你们加油 远远我已经看到 车队的烟尘了 他们已经过来了 这边是烟雾 那边是车队的烟尘 越来越近 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现在瞧 还没有成功的闭合 101比赛搞二十过分 停 停 停 现在的时间是一分十五秒 报告队长 车队一分钟后到达 请求上桥 运速彻底 保持元素前进 18收到 18收到 正在向上桥地点 开进 我们现在要等待 最后一颗 绿色信号弹的升起 只有绿色信号弹升起 说明我们的桥 比赛成功 车队就在眼前了 马上就要上桥 现在信号弹 还是没有升起来 报告队长 一百米预警 请求上桥 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车队 先停下来 我觉得他们还有机会 再给他们点时间 再给他们点时间 都已经到了 马上到了 还没有成功吗 一一 我们依然没有看到 成功的信号弹 车已经到了 马上到了 车已经到了 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车队点 二八批 升起来了 成功了 绿色信号弹升起来了 车也来了 太美了 太美了 这个画面太完美了 在我听来 这个铁板撞击的声音 真的是最美的声音 我们如果想象 对面是灾区的话 那现在二十辆 满载装备物资的军用卡车 正是带着希望 驶向长江的对岸 太漂亮了 这个场景 我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一撞举 所有的战士们都向车队行驶着注目里 正是这一份坚定 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了最坚实的保护 虽然只是二十六分钟的挑战 但却是战士们 几十年如一日的攻坚克难的训练 此时此刻每一个人 都为自己是这里面的一份子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你们辛苦了 今天我们用了二十六分钟时间 在一千一百米宽的长江的江面上架起一座钢铁浮桥 这不但创造了战士们军旅生涯的最快成绩 同时他们也挑战了不可能 我们在长江上见证着奇迹 今天我们不光要为周桥旅的战士们点赞 我们也要为中国军人喝彩 好 最后一辆车已经驶入战桥了 通过了 我宣布挑战成功 全体官兵集合 全体官兵集合 快点 快点 走 转 好 走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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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go go. 好 go. 好 go go. 好 go go. 好 go go go. 好 go go go. 好 go go. office go. 一二十五分钟 开礼关兵年了的完兵 全支出生 我宣布演练任务 圆满完整 走 别打载 当早消 报报要 别打载 当早消 报报要 看着热烈盈眶 这个项目绝对成为 挑战不可能四季以来 史上之罪当之无愧 刚才的那番景象 真的是让我联想到了 一千多年前的赤壁之战 当然战争 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苏氏写下的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用这句词来形容 周乔吕的战士们 还是非常地合适 周乔吕部队 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和平年代 周乔吕部队 可能也是出动次数比较多的 因为一旦遇上灾难 周乔吕部队 都是要保障这种救灾物资 随时畅通地能够运输 都是要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 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这群 了不起的战士们 此刻百克力和伊伊 已经到达了周乔吕的营地 让我们也连线那里 小萨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大家好 现在我们就是在周乔吕营地的士兵广场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周乔吕的官兵们入场 他们几千人不法整齐划一 就像一道钢铁洪流 这次的挑战 我们所有的设置组的成员看得是热血沸腾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您对于我们这次战士们的挑战是否满意 这次实战演练虽然困难重重 但我们周乔吕的官兵还是接受着了考验 这次演练肉不仅对我们来说 就有很强的实战意义 对于部分老兵来说 还有另外一层的特殊意义 因为这是他们在军女生涯中 最后一次参加实战演练 今天我们将在这里为他们举办一场退伍仪式 请替我老兵入场 一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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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政委主持退伍仪式 我们吕组建三十七年以来 一代又一代中乔兵 坚守在战斗岗位 凭借着千人一座桥 千人一条心的团界协作精神 我们才能一次次地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今天我们旅又有一百多名战友 就要卸下军衔退出现役了 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送行 我宣布向军旗致敬 向战位告别 退伍仪式现在开始 全体都有 奏军歌迎军旗 敬特 请不吝点 许许 请刘队代表为退伍战友谢军前 吓得 天天 下锁地 裴俸风 今日起你将退出协议 是否清楚 杀 自己 今日起你将退出协议 是否清楚 答 仁宏 今日起你将退出协议 是否清楚 是 方海 今日起你将退出协议 正好接受 伤 吉恩奇 你将推出协议 最好接受 打 不得 让吉恩奇 你将推出协议 最好接受 去 贝 佑德锦 吉恩奇 你将推出协议 最好接受 是 求现了 吉恩奇 你将推出协议 最好接受 走 宣罚 吉恩奇 你将推出协议 自保轻重 是 今日起 你将退出战役 自保轻重 是 今日起 你将退出战役 自保轻重 当 同小 今日起 你将退出战役 自保轻重 是 告别的不仅仅是军营 告别的也不仅仅是那一身军装 告别的是自己最宝贵的一段 青春年华 但是自己的这段青春 如果能够和祖国的进步 和人民的安危 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无怨无悔的一段青春 那就是值得一辈子 骄傲和珍藏的一段岁月 他们在军旅生涯中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人民 创造着不可能 在他们卸下军装之后 也希望他们 在他们的生活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了非常感动 但是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它不是只是驾桥 演习 每次天然灾害的时候 我从电视幕上 我从电视幕上看到 地震滑波 公路断了 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军队 但是我们祖国的军队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最值得骄傲 他们虽然退伍 但是他们的经验 还是一个社会安定的力量 我想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又能够再回到灾后的现场 去为祖国的人民 为他们的生命财产 做出贡献 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谢谢他们 向他们致敬 谢谢李博士 谢谢您 我想我 包括我们绝大多数的观众 都是第一次 看到这样一个 不可能的挑战 千人一座桥 千人一条心 我们周桥旅的战士 可以说用这样一次 千人的团结协作 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 人民子弟兵 不畏艰难 勇往直前 没有指令 绝不退缩的钢铁意志 他们的身上有责任 有使命 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来到 今天的现场 来接受我们 给予他们的最热烈的掌声 把他们送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但是他们有任务 但是我们相信 他们每一次 去奔赴任务的现场 他们每一次奔赴的战场 天地之间 江河之上 都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天蚝油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 博瑞博月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怕油怕糖怕吃 请喝蒂布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 蒂布尔赞助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